哈喽 大家好 我是Saman 来今天跟小胖们玩我们的T110E3 来更新的话 它现在的话已经是高清化了 Saman有稍微的看了一下 还有看了其他就是 其他直播组的那个介绍 E3的感觉的话高清化过后 它的装甲有变得 弱点变得更明显 所以在打E3上面我觉得应该 算是变比较好打的 所以小胖吼 变漂亮归变漂亮 感觉它的装甲有削弱的一点点 不过我是没记得它的装甲好比是多少 刚刚看的话是179的样子 之前很像更高 我们来试看一下 它的装甲是不是真的变好打了 弱点变好打 不是装甲变好打 第一场的话是幽灵工厂 我们这边的话有一台大哥 114SP2 114SP2的话很像是黑色星期五的坦克 还没有在商店出现过 所以算是一台很贵的坦克 STP这边的话跟我们的小班打起来了 我们很进攻 来看一下高清化的E3好不好玩 哇哑哑我的天啊 那个谢李登在这边 诶大哥你在干嘛 OMG 他为了打我们的那个 他为了打我们的那个62A 他直接这样冲 我感觉他要被带走了 对这边的话来 不要让他跑 诶我天 再见 来不及回首 乱七八糟 哈哈哈 他们好久没有 好久没上线 一上线就遇到一台 一到一台敢死队的那个谢李登 这很夸张哦 然后他们的重型坦克的话 不知道跑哪去 OK 看到一台50B 跑到旁边这边来了 一台两台 1B100 然后50B 三台重型坦克的话 全都进行一个绕后 OK 重型坦克绕后 不如不玩 浪费哦 他们这边的话 50B 我吃了一炮 然后应该是他们驱逐的炮 这边的话有一台1B 来把这台1B给压着 哎呀我天啊 旁边还有一台那个100 吃了两炮 然后1B这边的话 还想要刷我 OK 先忍着 先不能上 等我们的小伙伴 虽然说上面开E3哦 可是上面的反应还是 还是比较快啊 所以这边的话 有时候要等 要等我们的小伙伴 我的 我的6A小伙伴这边的话 要没了 来赶快帮他开一炮 50B被带走 然后 我要喊支援 217这边的话要上了 然后 1B那边的话 还是给了我多一炮 来我们这边的话 刷他多一炮 然后贴着他 对贴着他 不要让他过 不要让他过 对落点让他打没关系 前提他要打得穿哦 来帮我夹着他 217不要退 他还退 帮我夹着他大哥 哈哈哈哈 来 再见 来不及回首 OMG 还好是E3哦 放在其他坦克的话 早就被带走了 运气非常的好 第一场的话 没意外的话 应该有机会赢 4比3 4比3 不要大意 OK 还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到最后一刻 11 114 SP2 然后蟋蟀那边的话 我感觉蟋蟀可以打得到我 我们等 等小伙伴上啊 OK 3比3 我们喊进攻 喊进攻 喊进攻 先把他们的100 端掉 进攻进攻 我要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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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要支援 这边的话 他们的那个 大牛可以来打我 SP2那边的话 吃炮了 然后我看见他开了一炮 来切一个金币蛋 OMG 446 血量不够 还是要输哦 我刚刚看见是有机会赢的啦 只是说我们的SP2那边的话 他的DPM太低了 来超级稀有 黑色星期五的坦克 看他能打多少 我下班这边的话 来217 217也是 切金币蛋大哥 切金币蛋 对切金币蛋 OK漂亮 他没打穿他217的手下 对贴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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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漂亮来 对漂亮 哇这个大牛给他机会 OK这个大牛这边的话 来赶快上 哎呦我天呐他不上 他给那个大牛去进装填 对吧把这个217开掉就行了 OK漂亮 难道还有机会 不会吧 他们的蟋蟋 他们的蟋蟋要 要来打我们的SP2 对那个他要消光一下 然后217的话要救人 这台217的那个操控有点 有点卡卡的样子 OK漂亮来 哎呀nice来我们的114SP2这边的话 虽然说他DPM不好 可是他很会 他很会配合那种就是野生的队友 来剩下一台蟋蟋了 没意外的话这场应该是翻盘了 差一点点输掉 还不好说 因为对面的蟋蟋的话可以 可以一炮带走我们一台坦克 所以严格来说 OK还是有的打看 对面的蟋蟋会不会玩 三台重型坦克落后的情况下 OK还要还要再拼一波 SP2这边的话又开炮了 OK亮了亮了终于亮了 不够位置不够好 不够位置不够好 EB那边的话骂 他们的EB的队友骂那个 C帅 对其实不用骂 因为你落后的话 其实是 其实是半斤八两的 来第一场的话运气非常的好 幽灵工厂 他们打了一个季末 我还以为可以打一个碾牙 结果到最后的话还是打一个 还是打一个险胜 我们的114 HP2这边的话 玩的非常非常的好 给他一个大拇指 然后我们的大牛这边的话 虽然卡卡的 不过他还是算一个工程 对面的蟋蟋的话 新玩家 然后这台骂人的 EB OK有八千场也是新玩家 来三千三的伤害 我们进我们的第二场 新玩家多 所以小伙伴多多见量 不管 不管那个 匹配系统 那个有影响 他之前还没有改回来的时候 确实有一点影响 不过 总的来说 还是新玩家太多 第二场的话是福士德 小九大十击房 打开一个加速器往前 然后这场的话我觉得 ABCD点 对重型坦克会 重型坦克会走CD点 看得出来是新玩家 我们这边的话跟着他们打 我觉得CD点有东西打 这边肯定有东西打 如果对面的话也有人走CD OK 才刚说完 CD点的话就开始在占领了 所以我们不用为了对面那一台 一台VC 因为ABC很像是会玩的 我们要小心 我们现在的话要来这个位置 小伙伴那边的话吃炮了 然后他们的起重机的话强行上去 K70这边的话进装填 来进装填的话浪一下 这个位置浪给我 对浪上来打 这个位置浪给我 OK 他冲 263那边的话冲 稍微的拦一下263 我吃了720一炮 263还要冲 Oh my god 那个63 好敢冲哦 呵呵 263很敢冲 来我们这边的话要小心 他263是要打冲锋的 50TP这边的话 哎哟我的天 50TP被爆弹药夹 他是直接这样过来了 他不应该这样过来 这个就是硬来 硬硬来的那个什么 OK 没事不要硬来 4502这边的话来 上本刷他一炮 没刷到 然后躲一下 我被这台720已经打了两炮了 不要说别人 上本这边的话也是被他们刷了很多 好不好 263那边的话要冲 然后4502那边的话装填好了 我能刷263一炮 不过要瞄准 OK漂亮来把它带走 缩圈没有很好 13的缩圈没有很好 蟋蟀后面 那个XD轮已经过来了 对 他们的XD轮已经在绕后了 我们现在的话动作要快 OK没有穿 没有穿的话 那个7201又要打我吗 哈哈哈 上本超怕那个7201打我 他打我一炮我就直接被带走了 XD轮被带走了 OK后面的话就不用担心了 刚刚还以为他们那个有机会绕后来 他没有机会 然后 405这边的话来把它带走 好瞄准 再剑来不及回首 然后马上回头 要小心他才起重机 然后还有那个7201 起重机这边的话没有要来 OK没有要来的话我们直接打他们那个7201 哎呦再见来不及回首 差点让他跑掉 来第二场的话也拿下了 是一个7比0 就像SAML开场说的 虽然说CD点的话不是优先的位置 可是仍然还是可以尝试一下 来这场的话我看一下 重型坦克100 OK新玩家猜得出来 然后K70这边的话新玩家 然后还有开场走最快的 OK三台都是基本上1万场以内 发现一个敌人补助力达到2000的伤害 这种的话就是 有时候你看见 小伙伴他可能对地图不熟悉 或者是对亚洲的环境不熟悉 他们会这样走 这是很直 很直接的 OK你不要说他不会玩 有时候我们 可能说像SAML这种比较老的玩家 我们配合他们一下还是可以打出一点不错的 不错的那个成绩了 我觉得老朋友那新玩家都要时间练习 何况是说上次的那个匹配系统 影响很多玩家 那个系统就是专门照顾新玩家的匹配机制 他现在改回来的过后 就变成说老玩家要撑起大局 来第三场的话有点卡TVP 然后对面的TVP的话被亮了 这场的话有两台TVP 对面很像有会玩的 对有会玩的 然后我们的TVP这边的话再发呆 新玩家 没错是新玩家 退后 退你的大头 赶快去点亮 哈哈哈哈 你还退我呢 你退我干嘛 哇对面有两台那个 两台那个TVP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打到 OK来漂亮可以有打到 然后我们的TVP不知道为什么 你不点亮OK 你不点亮没关系 他就直接上去 然后又吃了那个小斑鱼炮 吃了他们小斑鱼炮 然后这边的话来 哎呦天 OK跳弹了 我刚刚看见我的炮弹已经飘掉了 那个没办法 然后帝王蟹这边的话走得很慢 然后TVP还在吃炮 这TVP很可爱 一直在吃炮 来我们打着他 打着他100 哎呦天 哈哈哈哈 等等等不要紧张 我感觉我TVP要出事情了 E3这边的话再瞄准 然后他们有一台坦克过来了 先等一下 打他们的那个K70 哎呦天啊 硬刷他一炮 TVP那边的话要跑140这边的话也不行 上次小伙伴问我那个坚守岗位 那个指令已经不见了 如果那个指令有在的话该有多好 来他们的那个一台被带走了 然后这边的话来刷一下他们的E3 稍微的吸引一下他的注意力 因为我们的帝王蟹这边的话血量还很多 我觉得要先把那台E3带走 对那台E3的话要优先带走 我们来看一下我能击穿他吗 高清化过后的E3哦 来再见来不及回首 不要怕这时候千万要好好瞄准 不要担心不要担心被击穿 OK我们一定要击穿他 E100这边的话他能打我一炮 不要理他 他来不及对他来不及 上面这边的话已经过来了 来这台的话刷他一炮 这种时候也不用怕 我们的血量还可以再吃K70一炮 对没错 只要不要被他来E100打到就行 nice来这边的话我们做一个牺牲打 第三场的话应该没意外应该是拿下了 问题是我们的TVP 他已经被带走了没错 剩下140 那台TVP的话应该是新玩家 开场看他那样躲 然后你可以看 有时候这个游戏有点可以 类似观察玩家 你看他开场的话在那边躲 他开这台中型没点亮 然后你看他的炮打 他的炮打一直在看队友 这种情况的话很多情况下都是 比较偏心的玩家 来这边的话剩下一台TVP了 开场就亮了TVP 然后现在不知道跑哪去 上面一被他亮的话应该就被 应该会被直接带走 不过他现在一直在那边打字 一直在打那个烙 他不知道要烙去哪里 基本上他要赢的话是不太可能的 我们的小伙伴的话三台的血量还有很多 我觉得他应该是在我附近没有吗 ok他被亮了他在这边 nice 来我这边的话我开一个那个什么 ok他不出来 哎哟来 哈哈哈 他一直在那边打字 所以他根本没跑 第三场的话也拿下了 哇哦今天的话 赢得还不错 还可以赢到三场 3782 我们的小伙伴的话 对于这个你看7000多场 这不用看 他们只要看他的那个 在游戏里面的动作 就大概可以猜的出来 发现两个敌人补助88 打了3700多的伤害 ok他们的TVP 都是都是新网甲 所以这边的话呢 能理解 ok 进我们的第四场战斗 今天的话跟小伙伴们挖我们的T11013 希望大家看开心 记得帮他们点一个赞 第四场的话 对面有Summer 2公会的小伙伴 简单说就是这场有人组队 大石击法 对面的话是217 217跟 跟球长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是 两台查迪伦组队 一台没买装备吗 新玩家组队吗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一台有 有装备加血量 一台的话是原装 1700的血量 查迪伦不太可能会加装甲 所以我 我可以 我更觉得 他们应该是 没买装备 不然是新玩家 来这场要小心 405那边的话要小心 405那边的话 ok 来我们喊进攻 他们要跟他们拼一下 拼不了 S7来了 我打 我打S7这一炮 竟然还没打穿 那 那应该是 第四场的话应该要输 来 让你打 他们打一点输出就好了 这场的话要赢的话是不太可能的 球场这边的话过来了 来我们我们吃他一炮 谢里登那边的话又要打我 ok 这这这没得完 来刷他一炮吧 哈哈 谢里登 ok漂亮 谢里登要回来了 ok装填好了 来他们要被带走 哈哈我的天 哈哈哈哈 一波流 我看到来一波流 我们两台查迪伦的话 没得打 看他们 看他们动的话 看他们动的话应该就知道了 不过也不能确定啊 可能是失误 来第四场的话没能取胜 A7这边的话被带走 然后他们的球长两台组队的高手被带走 可是数量上我们这边的话只剩一台大头跟一台组队的查迪伦了 那才查迪伦我连我连看都来不及 他他已经被带走了 来第四场的话要输 正常ok这种的话是绝对会输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那么慢 一台E3已经到前面了 他们仍然就是 还打不起来 ok这台的话新玩家没错 来两台新玩家组队 这个的话应该是有买装备的 然后那台1700的血量的那个查迪伦应该是他 他没买装备 银币不够吗 发现一个敌人补足300.1300 ok这样的话第三场没 第四场没能取胜 忍者神龟 现在有这个活动 下班可以玩一下 感觉官方来进我们的第五场 感觉官方最近的话很多 很多该出的新车 都没出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感觉官方的那个步伐最近变慢了 所以上了这边的话 虽然说我现实也忙了 可是 你要我一直玩 一直玩那种旧的坦克 相信你们都知道上面已经玩了 玩了12万场了 说真的没有什么坦克是我还没腻的 所以这边的话来上面很期待就是 新的 那个科技术文那台意大利的重型坦克犀牛 然后 还有其他新的收藏型跟那个金币型 等官方出 现在的话已经就是你有钱也没地方花了 除非说比较新的小伙伴 你们的坦克还不够多的情况下 还是能收集 像Summer上次的话我没拍影片 我玩那个 我玩那个惊喜货会 因为我自己私底下 就是有空没事做 然后玩了大概50多个箱子吧 真的 没亏钱啊就是自己私底下玩 不要怪Summer Summer是在工作的时候玩的 所以这边的话没办法拍影片 他的那个来 704 704蟋蟀 704蟋蟀跟777这边的话要冲锋 OK 这个的话Summer不能冲 切一个金币弹好了 不行 不划算 不划算 OK 他777在盯着我们 然后他后面的话有小伙伴 来 我们转一个位 我们喊进攻 T7E在那边的话 对抗他们的中型坦克的话 其实 应该是很强 不用担心哦 然后这边的话 这台TPP 这台TPP不用理 我们去抓他们的那个什么 抓他们的其他坦克 来 他的蟋蟀 哎呦我天哪 哈哈哈哈 不要乱来 来Summer这边的话 乱走位 OK我被他们打了 然后777这边的话要过来了 然后蟋蟀这边的话也要过来 OK我们要小心 抓他们的那个蟋蟀 来刷蟋蟀一炮 漂亮 TPP被T7E带走 所以他现在的话能打蟋蟀 他不会那么快被带走 然后我们其他小伙伴的话 来Summer喊进攻 太被动了 他们这边的话太被动了 777跟那个什么不要理 他打我没穿了 终于没穿了 我刚刚被这台蟋蟀打到满头包 哎呀我天哪 浪费了一炮 第五场的话应该是拿下了 然后这台蟋蟀 这台蟋蟀要先处理 我追不到 我追不到的话不要追 我们去打其他坦克 哇哦一二三四五 五台的话全都 哈哈哈哈 哎他们很可爱哦 你看这些玩家真的很可爱 你五台 你四台坦克追一台蟋蟀 我们这边的话要等着他们的其他 其他三台过来了 等等等 那边的话应该是不用理 那台蟋蟀的话应该是会被带走的 哎呀我天哪 还带不走 有没有搞错 哈哈哈哈 四打四 这场的话有机会输了 我们这边的话要上 然后704的话在这边 OK漂亮 那台蟋蟀被带走 然后这边的话 这台777打他一下 这台777打一下 然后我后面的话有人吗 我后面有台那个658 我们还很进攻 然后三本切一个那个金币弹 来刷 OK没刷穿 68这边的话要上 然后三台来704被带走了 我还能再吃那个777以炮 不过777这边的话跑掉了 完了完了完了 这个的话就糟糕了 能赢 应该还是能赢啊 没意外的话 他的DPM的话 他现在要去打那个704 我们的68这边的话 要稍微的去抓一下 OK等等68等68等68 等68我不能被亮 我不能太快被亮 对这边的话要等他打68 OK漂亮 来刷你一炮 为什么这炮没打转 来我们认真一点 不然这场的话要输了 68那边的话要吃炮了 OK来不要炮不要炮 大哥顶他顶他 顶着他不要让他走 不要让他走 大哥拜托 不要让他走 哎哟我天来 OK终于让Summer抓到了 等 OK他开炮 我天 68打不穿 那个我们的中国的VZ68打不穿 哎哟 Oh my God来 再见来不及挥手 哇 这样也行 妥妥 哎哟我 哎 百分之七十八千赢的局 打到剩下三个真的是 有点夸张啊 来自台777 OK 四皇里面其中一台坦克 我不得不承认哦 777的话就是 重型坦克里面综合能力很强很强的一台四皇型重型坦克 所以777这台坦克 小伙伴如果你们有遇见的话你们喜欢他这个造型 绝对要买 他绝对是很强势的一台重型坦克不管是DPM 然后装甲或者是机动上都很厉害 今天跟小伙伴们玩我们的高清化的T12013 希望小伙伴们看得开心 记得帮上个点一个赞 OK 大家点赞之上的制作影片的动力 来看看ending场的话 OK 他不是秒禁的 基本上你说完全随机的系统 你人数很足够的情况下 他是秒禁的 很显然 OK 他现在官方所谓的随机 仍然不是那种完全就是 真正正正正正的随机 他可能还是会有揭露一点 只是说没有像10.7更新那样 就是完全的控制 来ending场这边的话我们往 AB点走 我让小伙伴往一个AB点走 然后他很进攻 大十击方 对面的话有一台谢李登 然后有一台那个 N60 N60跟谢李登来 268这边的话 不用贴的那么近 268要冲 OK 268冲的话我们也冲 N60那边 N60那边的话被打了 S7这边的话也是要冲 OK 这个是危险的 来这边的话 OK 哇 这一炮差一点没刷到 我们的重型坦克的话走到另外一边 然后132那边的话支援的非常的慢 完了 完了 这场的话难打了 喊进攻喊进攻 我被亮 来 3本这边的话被亮 我们小伙伴走到另外一边 然后60这边的话来先打这台60 我感觉他们打不穿这台60 OK漂亮来 13这边的话远程 他在很远的地方帮了一忙 然后217的话在这边 蟹里灯的话可以打得到我 OMG 来把那个蟹里灯点亮 哈哈 132这边的话来帮忙 帮我把蟹里灯点亮 点不亮 然后IS7这边的话非常的大胆 来刷一下IS7 我们这边要拼拼他们的那个驱逐坦克 拼他们的驱逐坦克这边的话 不敢进攻 我们才有机会 183这边的话来先打他们的IS7 然后瞄准 来刷他的IS7 他小班那边的话回头了 然后蟹里灯这边的话打了尾炮没穿 蟹帅跟132的话仍然在后面发呆 没有 赶快喊进攻 不要怕真的不要怕 OK他打我没穿 OK来三门打他有穿 赶快下去 蟹里灯那边的话赶快处理掉吧 OMG 哇真的是被他们气死 来这边的话 Ending上应该要先把他们的IS7带走 然后你看他来蟹里灯 还在看着我 有没有搞错 来三门这边的话要吃炮 天一位让他们打 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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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也打不起来啊 这台蟹帅的话 没买 没买装备的蟹帅 新玩家 有可能 OK来Ending上的话应该是没能取胜了 我们的113这边的话来刚刚是靠他 把他们的N60带走 他们IS7喊话了 然后217这边的话吃了 开了一炮 OK 哎呀3404 伤害也不够 这两台啊 来这两台MVP 我们的132跟我们的蟹帅 看他们能不能翻 OK拼血量的话 他们现在是有优势的 漂亮了 他的那个蟹里灯犯错了 没血量的情况下的话 明明知道是这个位置强行上 被我们的蟹帅带走 完了高爆弹 赶快躲他一下 对躲他 哎呦天哪 那132很危险哦 大哥 哎呦我天 他真的很赶耶 他硬换耶 OK来漂亮 不要上不要上 大哥不要上 哎呦他们后面有人的 对不要上 完了完了完了 OK漂亮 170 他能把183带走回头 带走一个183也行 来漂亮 能不能赢不好说 除非我们的蟹帅有办法 有办法把217带走 有可能有机会打一个 来268也行 OK930 不会吧这样 这样还能赢吗 OK不要不要不要被他的N6打 不要被他N6打 不要拼输出 不要拼输出 赶快往后退 哇我天哪他真的是胆子很大 OK没穿了 1千 来他没被带走 他如果有被带走的话 这场应该有机会要输 来ending场的话靠着这两个 这两个小伙伴 我们ending场莫名其妙的 从一个输的局 变成拿下了齁 来上面来看一下 132 OK这不是新玩家 1万多场 然后 然后西帅这边的话肯定是新玩家 2万多场 OK也还好 不会说很新 我来打了一个 3000 发现零补助零 结果 OK132这边的话很棒 然后西帅这边的话 从头到尾就开一炮 不过他那一炮的话应该是关键 把他们的那个蟹蚁灯带走 来ending场的话莫名其妙 靠着一个1000分拿下了 这场的话来 6场了吗 总共是赢了5场 输了一场 OK 输了远古金字塔 这边的话总共是 5胜1败来 希望小伙伴们看开心 今天跟小伙伴们玩T1013 10.8更新过后他已经高清化了 不过这边的话很多玩家说 他高清化过后他的装甲弱点更明显 就是说简单来说 他变得比较好打了 没以前 还没高清化之前那么强势 来喜欢的小伙伴一样可以研发 这边的话记得帮上面点一个赞 大家点赞13的制作影片的动力 这边感谢大家 下一期呢 一样还有其他坦克的影片 那我们今天先这样咯 下一期见 大家拜拜